大家好 今天我和卓文去了深圳 很多人都以為卓文是新鎮人 他不是他廣州人 為什麼我們會第一時間 勾衝去抖骨 因為我想試試香港的 WeChat Pay 可以用港幣 不用倡人民幣 用香港的錢包可以直接在大陸那邊消費 我在香港這裡 預約了兩位泰式按摩 這個地方很近我們住的酒店 而且服務態度很好 不用給提示 最重要是他不是深圳骨牆的感覺 所以我們兩個都很滿意 我們兩個就馬上去酒店 去Check-in 我們住的酒店就是馬可伯羅 和香港的同一間集團 所以這間酒店都相當不錯 你看到有棋缸有溶缸 整個形狀有分相大 我最滿意的地方 就是這間酒店是有窗的 即是你可以有先鋒 雖然不可以打得很開 但總共那些酒店 是完全是密封 甚至是沒有窗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這兩張單人床 應該原本是放一張雙人床 塞了兩張單人床 因為我們要求 所以你看到很迫 迫到好像一張雙人床 還有我們兩個女生 都很閹沾聲門 我們一定要喝那些 智妝水 大陸水又不喝 要喝那些Avion 日本那些水 原來他們本身酒店的Avion 是五十五元小小支 我們剛才在超市自己買了 攪拌好東西之後 我們就去這套了 我們破了紀錄 今天是沒有吃到兩三餐的 因為這餐自我第一餐 我們skip了午餐 因為我們剛才去了骨 我們也去回我們新海的 路頂記那裡卸飯 吃一些我們之前沒有點過的 例如前菜 因為我們上次吃完 桂滿龍才過來的 今次我們想真的在這裡 吃很多他們這裡的菜 這個是豬腦 絕麟是超級之推介的 因為他之前在廣州吃過 那我也覺得是好吃的 完全打破了你們 對於豬腦內臟的感覺 他們做得很好吃 還有我們點了海捷 雞爪即是鳳爪 還有皮蛋 嗯 其實這四味前菜 都是很辣的 絕麟都覺得很辣很辣很辣 但我自己就覺得很好吃 可能我覺得我也很怕辣 但是他那個好吃程度 已經遮蓋了辣 其實一直吃 那些麻 會令你整條舌頭 嘴巴沒有什麼知覺 而且好像有點電 但因為真的很好吃 尤其是芽菜 都吸收了醬汁 唉真的 看回都很想吃 那麼我們的主角就是 酸菜魚 有很多辣椒 但是那個侍應 考人幫我們 嘴巴做辣椒 那些辣椒 其實我覺得已經不會很辣了 不過就 免得吃到 它最辣是胡椒 因為我們都沒有吃東西的關係 我們就點了一個飯 兩個人分享 這裡的飯是超好吃 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就是我們把桌面 看見了 整桌都是東西 我看那些人四個人都沒有 我們叫這麼多食物 但我們眨眼 我們都覺得 酸菜魚是不夠猴 我們已經點了三斤 但都真的不夠吃 幾下就已經清了七七八八了 吃飽東西之後 又不早不晚 我們又去找酒吧喝酒 我們今次去這間叫做 Night Animal 是給我們想像中服的 因為這間店 是阿絕文在大眾點評找的 地方小之餘 很多桌都不讓我們坐 說要最低消費 不知多少千元 而且我們叫喝酒的時候 他又說怕我們只是用來拍照 就不讓我們第一輪的時間叫 就要我們叫幾輪酒 才讓我們叫那些比較漂亮的酒 但這個菠蘿 外面的杯子全部都是冰 他們就讓我們叫 所以我們就叫了這個 的確我們真的用來拍照和拍攝 你看到它外面的杯子 就全部都是冰 如果一動就會掉下來 而且它一邊喝 整桌都是水 因為它的冰是溶出來的 另一個原因為什麼 我不推薦這間酒吧 就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喝威士忌 我點的威士忌 的牌子已經是很普通 很大老了 但它都說沒有 就被迫著又要選其他 那所以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喜歡喝酒的話 就不要來這間酒吧 如果你純粹想找一個地方坐一下 就腳啊 或者你想打卡 有些很特別的飲品 那些裝飾 你也可以過來的 那喝完酒之後呢 我們就走回去酒店 因為這些地方真的很近 就是吃東西喝東西和酒店之間 你看到這個 我們這間酒店馬可勃羅 那隻馬很假 好像假馬一樣 那今天的時間 都過得很快 其實現在整個深圳給我的感覺 是 尤其是市中心 全部東西都是新的 我都很奇怪 是那些舊樓去了哪裡呢 那些舊建設去了哪裡呢 那裡之前總會有些舊的住宅 或者是大廈 難道真的這麼短時間 一次過沒有了 然後起了一些新的東西 這東西呢 反而是令到我有點不適應 還有一些電子板呢 我都很搞笑 蔣文榮 樹深風 文榮 和諧 自由 平等 乾淨 法治 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我在Marco Polo 裡面 看到那些聖誕蛋糕 那些薑餅人的樣子 好像恐怖片 那些公仔一樣 還有呢 我看到這棵聖誕雪街 有一棵櫻花 真的覺得很和諧 今天就是這麼多 就這樣吧 拜拜